古老的五行元素拥有强大的能量 但是却无人可以真正见吗 只有武灵所的佩戴者才能将这些能量转化 变身成威力强大的兽型战士 被称为本届比赛最大的黑马 神马骑士居然被打败了 比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眼看时间就要结束 究竟谁能拿到这次冠军杯呢 加油啊 加油 施救骑士跟迅龙骑士不相上下 到底谁才是最终的赢家 终点线已经触手可及 冠军马上就要诞生了 殿下就是现在 没了 啊 嗯 啊 快跑 这鬼物快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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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 这个鬼物是蟑螂王吗 不是 它不是蟑螂王 啊 比赛突然陷入一片混乱 这突然冒出了的怪物到底是什么来头 居然带着一大群蟑螂吓唬观众 哎呀 救命啊 可恶 打断了我看比赛 不给你们点厉害瞧瞧 简直对不起我们这些观众 无灵威力 变身 放马过来吧 啊 我来帮你 水灵出力 啊 哪里去呢 啊 消失了 哎呀 凤凶 哎呀 凤凶 哎呀 蟑螂王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他不是应该被关到监牢里吗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蜜虎老师 自然借着惯例 老首领如果被新人打败 就要自动让出王位 而所有的族群成员都会被新首领带走 但有的老首领为了自己的尊严 重新挑战先王 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 这只蟑螂怪 和老蟑螂王之间就是这样 老蟑螂为了自己的王位和尊严 所以他拼命征脱尖老跑来挑战他 不过 依我看 他的情况并不乐观 没看出来 蟑螂王还挺有骨气的 住手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新来的这个家伙是个大坏蛋 到处搞破坏 所以我来帮你 又消失了 快出来 小呆呆 你倒是快来帮忙啊 翠灵车雷 朱祖祖 你没事吧 没事 小呆呆 我想到一个办法 你把地面结兵 这样蟑螂怪就下不了地面了 用不了绝招 啊 冰点 机构 不够了 小呆呆 干得好 下面交给我了 小呆呆 扬车的 转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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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转弹 去 转弹 转弹 鞠血猛補敲 完工 快跑啊 出来了 刚刚可是没封得很啊 火焰鹤 神魔员被控制了 树人要攻击你 怎么会这样 火灵之力 找火啦 救命啦 找火啦 救命啦 树人 给我回来 神魔员 你敢对我们出手 胆子吃肥了是不是 屠灵之力 冷静点 都冷静点 冷静点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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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 这样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会突然性情大变呢 肯定是有个什么原因的 而且转变得这么突然 那么 很可能 这个罪魂活手 就在这里 波米 快醒醒 怎么回事 刚刚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完全不记得了 老大 你怎么了 啊 果然 那只小飞虫 从神魔员的耳朵里爬出来 神魔员就成了 钻进石甲熊的耳朵里 石甲熊就狂暴了 知道了 无灵之力 我知道了 无灵之力 石甲熊 你这真的不是在报丝绸吗 啊 无灵魅力 变身 來吧 武林菲力 变身 石甲熊 清醒一点 不要被一只小飞种给控制了 谢谢啦 美女 帕尔朵 你怎么来了 这里很危险哦 紧紧 难道就是你在搞鬼 武林之力 神木员 住手 不是他干的 奇怪 为什么突然间特别想挠耳朵 挠耳朵 难道你有让人挠耳朵的技能吗 养死了 放过我吧 我想的办法了 养死了 尔朵 我需要你的帮忙 养死了 尔朵 快 对石甲熊使出你的技能 尔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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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用這麼卑劣的手段 看我怎麼教訓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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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了 別跑 珠珠俠 小跑 遠古怪物 別想跑 別想跑 施甲熊 助我一臂之力 沒問題 提現猛虎拳 冒充電 金牙 口罩 碟子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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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猛鼓跳 这下看你可以 二哥 这次多谢你咯 总算了解了 一切猛鼓跳 踢着彩虹的光芒 关键时候帮我忙 以我勇气和力量 一切猛鼓跳 它有神奇的力量 我是零也不慌 跳我自己向前闯